赵立坚闯大祸 面朝大海 偷着乐 发配新疆守边界 寸土必争去思过 来去自由镜悄悄 拭目以待 好蹉跎 中没关系要回暖 战狼头牌要背锅 臭丫头 女娇娥 一嗅恩爱成罪过 前途外捕摸石头 过河吊河没法说 诶 骑火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 欢乐请导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各位亲 您现在看到的是海外毒尖 对口湿症向上频道 老北京茶馆 听段子 看世界 穿越糟心 传递欢乐 干净世界和油管的新茶友 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为个儿点赞 油管的茶友 请打开小铃铛 致敬留言有干净世界的链接 您也可以在手机app商店里搜这个干净卧的 可以找到免费下载的应用软件 另外 我们为大家保留了39美元 超低会员年费的价格优惠 从2月份开始 会员年费将调整到49美元 不熟悉会员频道的茶友 欢迎前往试看免费节目 每个月一杯咖啡钱 一起参与 哥俩的努力 先行 谢锅 好嘞 茶幌一挂 段子先行 开板上段子 话说 不是我不明白 小赵的世界 它变化忒快 忒快 有多快啊 消失一个多月之后 小赵大明 现身崴脚步 边海司 面朝大海 偷着乐趣了 脱火 留人在吊海里 今儿早上一起 一打开推特 沉寂多时的赵立坚 刷了屏 突然蹦回聚光灯中心 这一蹦回来不要紧 直接让人大吃两惊 要制造大新闻 先是网上传出一份匿名投稿 赵立坚 由新闻司副司长 新闻发言人 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括号 今日内部公布 疑似因老婆微博发言 被处罚流放养老了 流放 被老婆给偷袭成功了 俄清消息员补充说 本次人事调度 并未经过冗长的那部程序 疑似和乐玉成被扁广电总局一路说 是大领导亲自下令 还是突然情况 我说网上怎么说呢 有公号报了个赵立坚的新闻 题目倍儿惊悚 叫什么呢 赵立坚最终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点击一看 文章 违规 我一激动 还以为小赵搞了个终结篇大新闻 赶紧刷催 结果 结果 小赵正藏在崴脚部另一个黑暗角落 引领涛之乐新潮流的 涛之乐文化运动倡导者 名不虚传 正式官宣了 澎湃新闻转浑石消息 赵立坚已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再瞅新闻寺 只剩下话的妈 领着可怜巴巴的老汪和毛毛还在站台 还要俩小编跟他凑数 门前冷落汗马戏了已经 网友 瞬间明不离道理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再也听不着战狼小赵各种偷之乐的拧巴段子了 全都跟那朗诵道辞的 告诉说 好可惜 尖哥这一走 我们少了太多乐趣了 网友 包有简有云 听说尖哥靠边站了 心里好生遗憾 说实话 多少年我都没见过外交场合那么见兮兮的表情包了 那对辱华小眼 引发多少联想 真好 活成一表情包 也没谁了 表情资源人忒丰富 富含各种微量表情元素 人框听半天 一尊都偷着乐了 小赵表示 拒绝这个光荣称号 不吉利 有人黑我 说小赵是个人框 不过如今只剩矿渣 只能被到海边去了 矿渣这结局惨点 行了 这集段子男主妥妥就是小赵了 欢乐送人一程 送哪啊 您要给小赵送海边去啊 不是我送上海边 是党妈儿送到海边去的 咱记录一下网友都是怎么送的 那对 对于时政段子界这么重要一历史人物 遭遇这么重大一历史变故事件 没错 不记录一下对不起历史 也对不起小赵两口子 尤其是大葱和臭丫头 挫火 小赵那么一经过大风雨 见过大市面的外交部头号战狼 愣是被广泛解读成 栽在媳妇大葱和臭丫头手里 事可忍 服不可忍 不好 小赵又小家道 沐瑶 虽然很多人挑拨了一件 说小赵抗力夫妻关系有裂痕 说这次小赵被开除前列线发言人队伍 臭丫头功不可没 but 也有人警告赵立坚 动手之前好好想想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你的 只有你老婆 这还小赵纠结了 爱恨他有点交叉 趁着小赵愣神 网友一通帮小赵充温 臭丫头 饱寒深情的小作文 发言人的工作特奇怪 每天办公室工作12小时加 回家工作到深夜12点加 待遇优厚 跟快递小哥一得行 快递小哥 没加班费 没奖金 没时间 没有家 一切服从安排 维护国家战斗舆论的第一线 邀功了开始 but 却换来了国内国外造谣声 骂声一片 还要烧上家里头 谁又在乎你呀 谁又能理解你呀 谁又能保护你呀 得 这仨大问号一张出来 矛头直直挡中央 挡光让小赵拉末 却不保护拉末的驴 底上冲上一帮陪着祥林嫂掉眼泪的吃瓜群众 纷纷劝小赵别干了 臭丫头特感动 含着眼泪说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大叔大婶 我和我们的敌人全都真心希望小赵快点辞职回家 网友看臭丫头的回答都开脑洞了 哥儿说 小赵看见臭丫头的贴子 放下加班赶紧论论的活儿 打小面直接往家一通猛冲 不好 臭丫头要有皮肉之苦 之后 臭丫头连夜赶往301医院 小赵跟后边是穷追不舍 再后来 301附近交通管制了 不是 您说什么意思 猜了1613赵301交通管制 是小赵两口子干的 脑洞 纯属脑洞 如有雷同 该不负责 佛佛 网友倒真有开脑洞的 说这回钓驴单位 小赵本人完全不知情 秦刚 高抬手 青落足 直接把小赵名字挪海边去了 这是先斩后奏啊 据说 发现自己被先斩后奏之后 赵立坚气的 连夜回家 实时家暴 再瞅中南海小吃肠边上 一尊维尼大帝 微笑汉手 自言自语 这回臭丫头如愿以偿了 我愿 如了真心希望小赵尽快辞职回家的愿了 臭丫头叫苦不迭 我其实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想卖点苦 收获点同情 一尊表示 臭丫头借吐苦水 恶毒攻击党清零政策 而且 不收脸 不收手 一而再再而三 试可忍 熟不可忍 完 一尊看臭丫头微博了 你要发烧几天才会好 已经一周多了 买不着消炎药 感冒药 退烧药 好无助啊 完 又一次喊出 谁在乎你 谁保护你 最关键暴露了党 仓皇放开 缺义少药的思想感情 正经评论人士秦鹏直接敲脑门的都 说的 赵立坚掉闲职 难道是老婆惹的祸 12月19日 赵泰在微博抱怨赵发烧一周 买不着消炎药 感冒药 退烧药 一度吓傻小粉红 认为他给党抹黑 抹黑 还有人认为 崴脚部有医务机构 不可能缺药 赵泰有欺诈的嫌疑 欺诈 之后赵泰被迫删帖 第二天又说出 受邻居安慧 得四粒退烧药的感觉 所以有人怀疑 小赵染疫之后 身体受损了 和这臭丫头是 舍得微博一身寡 敢把小赵拉下马 隔壁老胡 隔壁老王都气乐了 让你打媳妇 怎么着 让媳妇坑了吧 网友都两头恨铁不成钢了 正方一边说 赵偷乐的婆娘 大嘴巴胡咧咧 便着媳妇想出风头 结果弄个适得其反 偷鸡不成 把米袋子丢了 那个反方怎么说的 反方说 这么重要的喉舌竟然管不住老婆 任由老婆在网上散布缺一少药的 缺少四粒特效药的感觉 能不被撤职吗 秦外长上任三把火正找不着引火的柴火呢 齐活 别人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小赵给自个儿势力递柴火 玩笑归玩笑 小赵掉离 露脸 刷存在的前台 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这次调动 到底是平调 还是升迁 还是贬折 网上有各种看法 没错 我看有人在网上发那个调查文卷 说问 赵立娟的调职是晋升呢 还是左迁呢 左迁 汉代的说法 汉代以右为贵 以左为贱 贬官称为左迁 就是说 降低官职 往下迁的意思 这个说贬官 我看小赵前后这俩司机构成员 其实都是司一级的单位 但是 你看新闻司 小赵是排在副司长的第三位 但是边境和海洋事务司 他可是排那副司长的第一位呀 这事有熟悉外交机构的人讲其中区别了 区别 从机构表面看 副司调副司属于平级调动 平级 在副司的具体排名里边 貌似还往前挪了 对呀 我看赵立坚女粉丝们还祝贺 尖歌高升 祝贺高升 其实不然 新闻司是外交口 非常重要 非常特殊的机构 核心机构 曝光率高 属于漏脸刷存在 抛头露面的面子工程机构 没错 党就重视这面子 对了 这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核心 跟边疆 边境 边界 海洋事务那事 是比较边缘化 没什么曝光肚子的机构 听这意思 小赵直接被打入冷宫了 至少是从抛头露面机会上 人为的让他降调了 房间都认为 国际大环境现在变了 赵立坚这样的角色 负面效应已经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完成负资产了 过去不是 现在是了 有人不分析吗 小赵这次职务调整 跟赵偷乐本人 或者他家庭的关系不太大 主要在于什么呢 领袖要搞经济 外交上自然就要调整 表现就是要把赖皮狗抬出来 把战狼关进笼子里面 免得把外边吓着 我说怎么这两天有人看就说 这投降派上台 先把战狼派得力干将拿下 或者排挤出去 是不是这三年大折腾 外资都快流空了 必须缓解一下跟境外势力的关系呀 这事啊 法广分析了 说说 法广刚刚发了一篇评论员安德烈的文章 题目就叫《赵立坚悄悄调换战狼外交官失宠》 哦 也质疑这事了 报道就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突然不做发言人了 法新社也以一名有争议的中国外交官 卸任发言人职务为题做了报道 这小赵活成了一个花旗人物 诶 文章就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离职 通常都是本人在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当着记者面 很正式的做出宣布 明白 but 赵发言人自12月初就失踪了 多少有点离奇呀 偷偷摸摸 一点动静都没有 表面看似平调 不好不坏 但是 跟他多年来在外交部发言人位置上的风光相比 有分析指出 小赵悄悄的被边缘化 听这意思 确实有点蹊跷啊 你想啊 小赵是武汉肺炎之后起来的 整整很好 为一尊三年疫庭防控大折腾 扯不得喊了整三年 您说瞧不瞧 一尊认所用这回躺平了 小赵也小声匿急了 安德烈发现了 2020年2月 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失控 在全中国蔓延 向世界蔓延 这是西方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 更多关于这个病毒信息的关键时候 这时候 赵立坚走上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岗位 哥们 硬劫而受 中共跟西方世界秀肌肉 飞扬跋扈 做战狼嚎这三年 也是小赵工作热情 饱满 倍高的三年 安德烈总结 赵的达记者问 不但没有减轻外界对中国早期隐瞒病毒真相的疑问 反而加重了跟西方的对立 比如 赵曾经暗示 新冠病毒是由美国参加2019年武汉军用会的军人带来的 这种阴谋论 话语出自大国外交官发言人之口 让外界惊骇 没错 我记着还一事呢 澳大利亚当时第一个提出调查中共病毒来源 好 小赵第一时间就蹦下来了 一通战狼嚎 还发了推特 弄了假照片 说什么澳大利亚士兵戈顿阿范儿童喉咙 跟澳洲一通叫号 结果立马被澳大利亚识破了 错误啊 中澳关系急转直下 小赵功不可没 这么为党扯脖子叫三年 疫情防控扁茄子 小赵也转岗了 看来战狼这种风格有点用力过猛 给党天了乱了 真天乱 法新社发现了 赵立坚是用激烈言辞 为中共辩解 是战狼外交官里面最突出的一位 没错 头子了都是 法新社就说 赵立坚一方面无视事实 露骨直白细虐挖骨西方 吸引了一大票中国粉丝 没错 五毛战狼外交小粉红 另一方面 很多中国人对赵立坚 用胡言乱语损害国际形象 非常担心 都胡言乱语出幽默感来了 偷正乐成就一代战狼经典 安德烈就说 既然在北京当局眼里 赵立坚如此卖力 为什么把他从这么一个做的游刃有余的关键位置调走了 而且他努力那么多年 在发言人位置上不惜使用戏虐 甚至暴力的语言攻击西方 成为战狼外交代表 为何没有得到晋升 反而转移到一个没有丝毫光线的角落 对呀 什么原因 经过安德烈广泛涉猎 发现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可能是外交战狼横梅立木 搞得中国一副完全与世界截然对立的恶像 北京当局要适当调整外交走向 首当其冲 把名片人物赵立坚挪走 哦 明白了 要跟美国求同存异 赵立坚这个异类 爱党的眼了现在得扔历史垃圾堆里面去 德国之声说的更逗 以前怼天怼地 现在怼海洋去了 徐海叶叉一位 不过叶叉有点忙 他那顺带怼边境呢 哥们上边境直接当 手没完去 真有人满怀期待了 说呀 说不定人家以后 靠嘴皮子收回海参崴呢 成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能升入常委 得 小赵的新岗位 要再立新功 额爹那没转 江东64屯 给咱要回来 大几率没这个打 一位自称是小赵爷爷辈分的网友说 要当心这孙子卖地 卖地 不但没要回来 还倒贴给额爹一块地 当然了 有大脑清醒的网友认为 他好叨我 可能掉过去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南海海江争端问题 黑呦威 把边海司机挖出那边来了 该不会像网友说那话吧 赵战狼解决南海争端 留着哈拉的站海边 美国航空母舰真不敢靠近 怕额上 不过对于小赵这次调任 到底是被党相中了他的狼处争功夫 还是贬到边境劳动改造 嗨俩说呢 这怎么劳动改造 您不知道啊 小赵以前在国境领土这种敏感问题上 他犯过严重错误吗 啊 党这要算变天仗 什么错误这是 这么大事 您都给忘了 赵立坚翻墙 跑敌对势力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 发表过反动地图 反动地图 啊 小赵推送地图 中国领土里竟然没有台湾和藏南的土地 完 露出台独藏独的本质来 所以 这次党把小赵调到边境与海洋事务司 专门让他再学习 边界 地图 地名 国名等乱七八糟 哥们只能对人地图傻乐了 弄不好一尊 发他默化那个中国地图 画错一点 喝一口开水去给我 那不得喝干了呀 小赵气得心说话 别欺人太甚 逼急了 我把有领土争端的边界 我全画印度那边去我 怎么个意思 要破锅破摔这位 行行 这小粉红都出来安慰小赵了 甭那么抑郁 这新植物好 过年没准能分点新鲜待遇 用待遇给小赵压惊 还有网友替小赵打抱不平 痛骂秦刚 秦刚这个奸臣 赵立坚就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 党国最好的国家形象 小赵一听玩命点头 群众眼睛血亮 我是严格按照习近平外交思想执行第一 小赵这一发烧 彻底烧糊涂了 大脑思维严重断片 根本上形势 美国共和党新当选的议长都表态了 上来就开始要抓紧筹备反共的工作 其中重要一项啊 溯源 病毒溯源 小赵一听 彻底不会了 这形势让我怎么跟着我 就是啊 不过 小赵表示有辙 人心说话 要亲美谁不会啊 对不对 有个秘密我都没跟你们说 其实我跟美帝呀 是亲叔被兄弟 他叫美丽坚 我叫赵丽坚 我其实 我就是美坚我 老板 您隐藏这么深呢 这才是说着 早说了没人信 那回你们不记得了 人小赵卯足尽把实话都喊出来了 快点 都来分享反共经验 往这看 毫无保留的与各国分享反共诊疗经验 我吓死宝宝了 这是要大葱和臭鸭子的命啊 确实说早了上回 气得王毅差点把小赵掉残联去 残联 小赵也做些病了 怕自己再说实话 说太早 所以后来就抑郁了 说什么都不太敢 有时候就有点失语 上回不就失语了吗 经常没办没办的卡壳 我官哥那翻翻翻翻那小本 又理解错了 人这回呀 你们也误解小赵了啊 他本来是看齐意识在作怪 想模仿一尊在俄罗斯的经报论坛上翻小本的经验表现 没成想 一尊不希望别人模仿了 挫火 习大大自从主动投降不再坚持清零 总觉得背后有人捂嘴笑的指指点点 偷之乐总代言赵立坚一登场 网友就喊偷之乐 这一尊一听 他受不了刺激受不了含义是不是 所以小赵借着发烧跟家偷之乐了一个多月 等着烧钢退 想高升 瞎鸡 被派去竖边去了 竖边这火你说拖大了是不 网友不说吗 秦刚上任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免去赵立坚的职务 调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职位 因为此人言行实在有伤咱国家形象 还有这么说的呢 美国来的新部长要改风向了 其实这么大变化哪是一个新官上上三把火的事 他决定不了 大主意得上这呢 那没错 树根不动 树梢白摇 老大不认怂 战狼也不可能关进笼子里边 没错 网友有句话 赵立坚十足的流氓象 非常好的反映了我党世界形象 这句话把一尊吓住了 啊 我们厉害国就他那歪嘴邪眼的形象 那什么 还是让他上海边溜达溜达去吧 网友也都看出来了 告诉说 这其实是外交的重大转向信号 中国开始改变战狼外交政策 向美 示好 避免经济崩盘 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但或许已经晚了 最后说半天晚了 说的够多了 其实啊 如果赵立坚还有机会明白的话 他被调离外交部前列发言人这岗位 应该是偷着乐 网友不说吗 这是让赵立坚真正偷之乐的一件大喜事 再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像花春莹那样 睁眼说瞎话 当着全世界的面颠倒黑白精神分裂了 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可以健康踏实睡个好觉啊 这才叫赢了 赛翁失马 见智非福 当结束动态清零 开始谢幕杀驴 这小赵要是能品出来自己是头驴啊 真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开始 网友九字盒子有云 他终于解脱了 什么样铁石心肠的东西能坐住这个位子 不用再扮演黄鼠狼了 哈哈 看他离去前这几场心不在焉的答记者问 也差不多知道要走了 得来咱重温一下小赵当初忍辱负重 打着骂美国的名义 痛斥中共邪恶的壮举 美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叫答案在风中飘 歌词这样写道 一个人要转头多少次 还假装视而不见 一个人要长几双耳朵 才能听见民众哭泣 还要牺牲多少生命 他才知道太多人已经死去 美方应该认认真真 听听民众的哭泣和呐喊 说太棒 如此大胆而生动的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 勇气可架 中美两国说不了外交发言人 小赵可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以后再用不着这么营巴的跟那说话了 脱离苦海 小赵做个人吧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别忘了到干净世界订阅哥俩会员 视频留言有链接 走起您呐 干净世界见 再见